首先第一个,即时看一下 那看起来好像,你看我这已经在 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把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把它放进去了 早年为什么没有出现那个 自己按一下,所以返回 另外的话呢,还有什么呢?作品 作品我也把它放上去了,诗歌 其实我都有做,而且可以用更快的方法 但是呢,有一个地方不OK,为什么?第一个 颜色好像黑色不好看 背后呢,如果也是黑的不好看,所以我希望把它变一个 变黄色的好了,可不可以?如果你要变黄的话 特别注意哦,你要针对的是 整个page,不对,应该这个黑的,它要分成 如果你要变颜色的话,记得哦,哪个地方变颜色 你就要点选它的data road,你要注意看一下 data road,这个是page,如果你要针对是页首的话 这边要改成header,有没有? header的颜色如果要变成什么?data theme,要变成黄的 那你就把它改成 什么,1嘛,黑蓝银灰黄,1 OK,我们看一下哦 背后变黄,有没有?那如果说你想想要让哪一个地方呢? 比如说它底下的那个content好了,page,不对,应该是content,content就内容 如果你连底下内容也要改成什么?改成黄色系呢?可不可以? 诶,有没有?都黄色了 重点是颜色了,那如果你希望这个data view变蓝色的话 比如说你说,啊,怎么变都黄的 那你就记得把data view选起来 这边出现data road是data view 你就可以针对这个data road去改它的颜色,比如说改成蓝色的 看一下,诶,有没有?这边蓝的 但是你会发现改来改去就只有这几种颜色啦,你说多,就这么多 那未来当然后面,我们还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如何变更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这个icon 诶,可不可以变成自己做的?可以 可不可以从网络上下载更漂亮的icon?可以 但是要做一些事情 第二个就是说呢,颜色可不可以改?可以 可不可以改成更漂亮? 你爱粉色系也可不可以? 颜色可以多彩多姿 只是说也是要设定蛮多地方的 那最后做完之后的话,你就把它save一下 储存一下,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装到手机了 最后关键时刻了,OK 所以今天的话请各位,佼佼的话,一样佼佼两个东西 第一个,给我你的网站 按右键压缩起来的东西 压缩成什么? ZIP OK 所以theapp.zip 当然你可以做别的 OK,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请你再放到哪里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build phone gap里面 不过会有个问题 删掉 不过你有已经有备份的话没关系吧 那怎么删呢?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你登录了 如果你要删掉它的话 非常简单 因为它只能一个免费 所以呢,你要把这个删 删,第一个点它一下 点进来之后的话,请你往下卷动 不,跟这样 请你找,点进来之后请你找到setting 设定 这个哦,OK 从这边点进去之后的话 再往下卷动 你会看到一个什么 对,就它 是不是要删掉 确定 当然你一定要自己先备份 好,这个时候的话呢 请你记得哦 如果你要重新上载的话 你一定要先重新整理 因为如果你没有重新整理 你没办法重新上载 重新整理 好,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你按一下重新整理之后的话 它会出现这个东西 那我就把刚刚的李白丢上去看看 因为理论上应该没问题 如果应该记得 我做的动作都没错的话 应该就可以很快看到李白 而且可以把它装在手机里面 看看李白是不是也可以在我的手机里面出现 OK,好 那这个名称因为没办法改 改的方法不是从这边改 你怎么改也没用 所以这个保留一样 ready to build OK,开始 看有没有成功 如果成功的话 小绿人就会出现了 另外你扫这个QR Code 应该也可以装在你的手机里面 但是它可能会耗掉一些些时间 应该也不会太久了 那我这边的话 应该...OK了吗? 小绿人出现了 所以到时候你们就交这个给我就可以了 交这个小绿人 点下来 这个 这个地方的话 它它两面 因为里面可能有放了一些图 再来的话 安装的话 我们可以... 所以你们也可以扫扫看 这边我找一下我那个 扫描 OK 那我就把这边把它扫一下 扫一下这个QR Code 它找到了 然后把它 所以你们如果要装的话 也可以试试装装看 各位 就是完成到这边 角角就是角角 这个下来的东西 名称 你要改不改没有关系 你要改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L-E-E-F 这样也OK 不改没有关系 所以你将来的话呢 交这个APP APK 跟 这一个 这两个给我就可以了 那未来如果说你要让别人 也能够装到它电脑里面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APK寄给它 它的email信箱 你也可以从email信箱打开 也可以安装 不过它手机里面要开那个什么 未知来源的那个应用程式 那个功能要打开 就可以直接安装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部分 来画面还给各位 我来说一下 这一段时间的 我来说一下 我来说一下